根据美国媒体1号的消息 美国希望尽快从叙利亚撤军 因此特朗普宣布暂时冻结前国务卿蒂勒森 在2月份所宣布的2亿多美元的援助叙利亚的资金 并且预计在本周就叙利亚问题召开会议 同时来重新评估华盛顿在叙利亚冲突当中的相关作用 《华尔街日报》当天援引了一位匿名的美国政府高层官员的话说 特朗普叫停了这笔资金以后 白宫随即指示美国国务院来冻结这笔资金 今年2月份时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在科菲特出席打击集团组织 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长级会议期间 承诺向叙利亚提供资金 用于支持叙利亚国内稳定和早期的重建工作 不过在3月29号 特朗普却突然表示美军将很快撤出叙利亚 而这一表态与国防部 在叙利亚的战略上的计划大相径庭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甚至回应媒体说 目前不清楚美军有从叙利亚撤兵的计划 不过特朗普向公众展示的数字表明 截至去年年底 美国在中东已经花费的金额不是10亿 不是百万而是7万亿 目前美军在叙利亚大约有2000人 主要负责帮助训练打击集团组织 伊斯兰国的武装 大部分驻扎在叙利亚最脆弱地区 美国媒体援引白宫的官员化说 特朗普团队其实有人担心 如果美国完全从叙利亚撤军的话 为此导致的权力真空 可能会被其他极端主义组织填补 甚至在美国撤军以后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极有可能会卷土重来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